加快促進經濟復甦,啟而不捨,推動多元 目前,經濟領域兩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是加快經濟復甦和推動適度多元發展 加快經濟復甦是改善民生的物質基礎 推動適度多元發展是破解澳門經濟社會發展中的 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必有之路 2023年,為加快經濟復甦 首先是復甦綜合旅遊休閒發展的活力 綜合旅遊休閒業是澳門的重要支柱和優勢的產業 在中短期內,旅遊業穩定復甦是整體經濟復甦的基礎 在做好疫情的防空,確保認情風險可控的情況下 有效落實內地居民來澳 恢復電子簽註及赴澳旅行團等政策的措施 逐步恢復旅遊業和經濟活力 加強優化對外宣傳,推廣澳門安全旅遊城市 深化線上引流拉動線下親身體驗的宣傳模式 善用大數據科技,打造複合式社區旅遊生產品 拓展海內外旅遊市場 在內地重點城市舉辦大型旅遊奴展 推出各類逆後優惠旅遊產品 協助業界港託客員 同時進一步拓展旅遊家 推動旅遊與美食、大健康、科技、城市等 跨界融合,推動延學旅遊的發展 推動延學旅遊